伯夷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皇帝 也是清朝最悲催的一位皇帝 在监狱中服刑了十多年的时间 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才被特使出狱了 出狱之后的伯夷已经五十多岁的年纪了 此时伯夷也患上了一些疾病 但是好在伯夷已经成为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公民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人人喊打的末代皇帝了 伯夷从事了一份植物园看守的工作 酬劳也相当的不错 只是伯夷还是有一点想念自己的家 但是伯夷真正地回到了紫禁城之后 却是到死都没有再回过家 正是这次伯夷回到紫禁城 让他深刻地认知到如今早就已经不复往日了 因为伯夷回到家 竟然还像其他人一样购买门票 虽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但是封建文化还没有那么快地完全被淘汰掉 而伯夷更是封建时代的代表人物 所以周总也希望伯夷能够低调一点 只是当年有很多追随在伯夷身后的宫女 太监和朝堂上的大臣们都对伯夷还是比较熟悉的 有一日伯夷坐公交的时候 自己还没有缓过神来 居然眼前就跪倒了一片 他们高呼着皇上万岁万万岁 原来这些人都是曾经伯夷旧时的部下 但是伯夷听了之后没有觉得开心 反而觉得很尴尬 因为车上还有很多人对自己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伯夷只说了一句话就缓解了尴尬 那就是都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 还搞这一套 这之后伯夷才是真正的放下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